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轮番播放关于升学竞赛的资讯 因为是无声广播所以不会有噪音 可以维持校园周边住户的安宁 在进行活动讲座直播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的延迟 我们的无声广播与有声广播系统 也都能穿插着使用 我们的广播可以做一对座的广播 也可以全校同步广播 在活动直播可以使用空拍机 多媒体广播支援所有的媒体格式档案 无声广播也可以进行音听的考试 我们可以多频道及时播放 顺畅不延迟 也可以多分割画面同时播放 线上客服提供您及时服务 教务处可以用来播放音听考试内容 并加上文字叙述画面 也可以用来播放紧急公告 事前通知等等 图书馆可以用来显示最新的书籍资讯 总务处可以配合直立式跑马跟电子布告栏 进行海报宣传 学务处可以用来直播线上颁奖与升旗 也可以用来进行师母教领 购买我们的产品 我们会提供教育训练 让教职员知道如何操作后台 我们也会进行示范教学 将科技医化融入教室 一直是我们广田资讯的目标 高中教室也可以玩出大学教学互动模式 提早体验大学数位教学 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 提发更多创意灵感 透过善用数位工具 将学习不再只局限于教室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